張師傅 你好 邱師傅 張師傅 你好 今天很開心邀請兩位 師傅兼我的好師兄 上來徐田英太教學系列 和大家一起分享不但太極權 還有他的推手忌擊的心得 邱師傅 張師傅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 首先第一部分是甚麼 我們會分享我們的推手 其實我們為何要練推手 講解就是因為 太極權和推手有關 練推手就是我們在太極權中的應用 其實怎樣應用 其實都需要我們很多次 有一個對抗性的壓力 令自己又在用力的時間 怎樣去放鬆 所以我們要去一些簡單的動作 入手 我們在他手上 先玩三萬化 練習開始 好 那張師傅呢 現在有師傅說 我們要在練習推手裡 就是怎樣去練習 怎樣去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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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去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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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拳架再打得更好 在推手裡 不容易 拳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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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拳架 在拳架 可以知道 全方 所以人家說 練拳一定要跟推手 但拳架就是這裡 因為拳架 所以拳架就是外架 你要拳架 拳架 對 拳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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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兩位師傅 我都覺得內容很豐富 他們兩個真是最佳拍檔 相信兩位和大家一起分享示範一定很精彩 交給你們了 好 好 我們將會示範我們在推手裡的單畫花 單畫花裡面分幾種 幾種裡面我們會有一個平滑圓 上下圈手 前後圈手 還有一個黏前手 現在我就會跟張師傅開始示範 另一個 平滑圓 平滑圓 哪一個 這個,前後圈手 這是一個,前後圈手 剛才我們示範了在彈簧化的平滑圈 前後圈手和黏前手 這幾樣的推手練習 主要是為了我們練習技技上的前奏 前奏的意思是 首先要怎樣去練鬆我們的腰臀 所有的關節 所以這些動作是相對於我們現身的效果 其實大人手龍歌也應該是對用的 我們現在就開始講解我們怎樣去練習這個平滑圈 平滑圈裡我們首先要一個定步 定步裡就搭手 麻煩張師傅 這裡我們會有一個 首先平滑圈裡搭手之後 我們會練到我們太極拳的制和按握力 制和按握力就慢慢轉圈 相對於我們所有的關節都需要動動 腰跨、手、肩、爪、緩、緩的關節 我們都需要去轉動 對 我們畫平滑圈裡 這個我們做益圈 相對其實我們有一個順圈 順圈就是反方向 這樣我們所有旋跨、鬆跨都會做到 講解了我們剛才講解了平滑圈 一個順圈和逆圈的做法 其實我們平滑圈怎麼用呢 當對方攻擊你的時候 一按握力 我們便會走到這些力 這個就是我們按握力的用法 之後慢慢按握力 然後我們要做一個順圈 順圈的玩法就是一個走勢 走的意思就是一個順圈 彈不動對方的一些容力方法 令到對方失去平衡 平時我們便會這樣練習 到慢慢逆圈的時候 還有一個鋁 鋁動的時間就是 當快出生的時候 立動對方的力 就會跌動 好 之後我們會講解第二個動作 上下轉手 我們會示範如何練習 再講解這個練習 上下轉手中 我們主要如何去試 走的動作 走的動作 和女的動作 包括一些小學生 或者走的小學生 的分別 大家慢慢來練習 走的動作 我們走完這段 相對我們有個 下轉 用法就是一樣 走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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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有朋友 可以去 走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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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咱們等我 去我們一起唱 我們再看他到你 拜拜 我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